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当你需要在信仰和家庭之间做选择 你会怎么做 让今天9月26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耶稣的家庭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到他这里来了 因为人多 不能与他相会 有人告诉他说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 愿意见你 他却回答他们说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兄弟 感谢天主 耶稣在讲道时 有人告诉耶稣 说他的母亲和兄弟到他这里来了 因为人多不能与他相会 在人来看 对于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当然可以开一条方便之门 叫他们来见耶稣 基本上 这也是合情合理 因为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 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团体 父母和兄弟彼此间都有血缘关系 在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中 家人比外人更重要 然而 福音中 耶稣却针对真亲属 重新下了定义 耶稣没有设立特权 直接回答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才是我的母亲和兄弟 他打破了以血缘为主的家人观念 扩大了家族界限的局限 这才是耶稣更看重 更关心的观念 我们可以扪心质问 作为基督徒的你 有没有因为追随耶稣基督 而跟家人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呢 譬如 家人希望你在职场上 能随应潮流 同流合污 以赚得更多的钱财 提升家庭的地位 或家人要你牺牲与主亲近的机会 来表达爱他比天主多 如果家人很强势 不理性 有威胁 利诱等反应 要你抛弃信仰的真理 我邀请你在信仰和家庭中做选择 你如何做到坚持遵行天主的圣言 又能考量他们的感受呢 我们是否能持续表达爱 也温和地坚持走在耶稣的真理道路上 这可能才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今天让我们也意识到 如果我们真心诚意跟随耶稣 他已在教会为我们准备一个比血缘更轻的家庭 包括圣人圣女们都不断为我们祈祷打气 请品尝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兄弟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当人挑战你的信仰时 用温和的态度表达你的信仰 并用爱的行动为主作证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圣神 请赐给我只看天主的情面 而不看人的情面的德能与智慧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